弟兄姐妹早 刚才有没有在外面吃早点呢 有没有人没吃到的 我想着刚才 如果你排了半天的队 最后也没吃到 是不是会有一些怨言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刚才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 少一半人 你们想会怎么样 我相信有好些人就会吃不到东西 因为这个时候少了一半人嘛 这么多吃的人还是这么多 是不是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信息就看到 当教会发展的时候 是会有很多的需要 也会要有很多的同工人手出来服侍 那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忙的时候 忙得顾得了这头 就顾不了那头 那有人没有被服侍到 就会有怨言 那今天我们的经文 也有这样的情况 刚才大家也读到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 经文出自是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十五节 那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 彭博的教会需要你的参与 彭博的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参与进来 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用这个 假页啊 因为我们不用POPPOINT 彭博的教会 那需要协调配搭的事工 需要同工的参与 教会在发展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挑战 那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 六章一节 就是这样讲的 说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那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在成长 门徒在争多 争多在原意 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争多的情形 那这当然是一个蓬勃的景象 当然是可喜的情形 但是你看出现了矛盾 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那这显然是一个挑战 那也是一个冲突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为了更好地明白 这样的挑战 这样的冲突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当时的背景情况 教会作为一个群体 我们今天聚在这地方 我们知道 因为前面两千年来 有这么多的教会 那当时是刚刚开始 他们没有任何的经验 可以学习 也没有任何的模式 可以模仿 那根据经文上下文的记载 当时教会的人数 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呢 是远远的超过八千人 因为第一次信主三千人 第二次光南丁就五千人 那个时候 十二个使徒 要牧养八千人以上的会众 你想想 这个挑战是怎么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 在当时那个情况 这地方讲是天天的供给 这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呢 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呢 主要有两群人 那一群呢 就是土生土长的西伯来人 他们一直居住在本地 那还有一群呢 就是原先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 那有些呢 甚至他原先并不是犹太人 他是后来规划进入犹太教的 就像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 就是那个安提尔人尼哥拉 那这些人呢 是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 因为当时主要的那个地区 主要的官方语言是讲希腊话的 所以他们原先呢 也都是讲希腊语的 那么他们不仅仅呢 是在语言上讲希腊语 其实他们在生活的形态上呢 也已经希腊话了 那就像我们华人 我们居住在美国 我们居住的时间长一点 你回国内别人就说 你这人有点像美国话来 其实就是那个情况 而且呢 当时在耶路撒冷呢 这一群人呢 是少数 而本土的西伯来人呢 是多数 所以这样的矛盾呢 既是因着教会增长 带来人数增多带来的矛盾 那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带来的矛盾 甚至可以说 是一些少数的群体 与多数的群体 他们的需要 没有办法 他们的需要 没有同时得到满足引起的 那这样的差异 我想的与今天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 是有类似的地方 那就像我们自己教会 我们有三种语言吧 有讲英文的 有讲粤语的 有讲国语 或者讲叫普通话的 那有的是在美国这边 土生土长的 那有的是移民多年的 那还有的是刚刚移民来的 那彼此呢 我们不同 不仅仅是在语言上 其实我们在 带人接物上面 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文化上不同 甚至我们的思维习惯 也是不同的 所以初代教会 他们如何处理 这样冲突的方式 对于我们今天 是值得我们来效仿和见见的 那他们抱怨的焦点就是 这些希腊化的寡妇 在天天的供给上 被忽略 寡妇被忽略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一样 那包括在今天的社会 因为寡妇 是比较弱势的 虽然根据以色列的律法 他们要求善待寡妇 故儿 让他们吃的饱足 在生命纪22章 和在生命纪的第14章 和出埃及记22章 都有明确的记载 但当时以色列的社会的真实情况呢 那就像 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 指责当时的当权者 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寡妇的呢 他们不但没有善待寡妇 他们还侵吞寡妇的家产 那这些门徒 说希腊化的门徒 那他们这个时候 为什么在他们的寡妇 被忽略的时候 他们要为抱怨呢 这个时候 因为当时的教会的景象 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教会的景象 我们在前面 《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五章那边 看到的景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是说 信的人 凡物公用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信的人 凡物公用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完美的景象 所以当出现寡妇的 供应 供给被忽略的时候 当然 他们就要抱怨了 当然就要像 作为教会领袖的 使徒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那使徒们 在听到这样的意见以后呢 他们就采取了措施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那我们是可以 得到一些原则 应用在今天的教会 首先使徒们 作为教会的领袖 他们是向大众 所有的门徒 来分享他们的领袖 经文是说 他们叫了众门徒过来 他的信息是这么说的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犯师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使徒们短短的三句话 那有着多方面的意思 那我可能要用三个三分钟 才能解释 那第一句话说 不能撇下神的道 另外两句话说 要选七个人 而且使徒们说 他们要专心在 祈祷和布道 和传道 那么这传递一个 什么样的新意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使徒们 不能撇下神的道 神的道是所有事工的优先 从这个意思里面讲 那在使徒行传里面 总共有十四次提到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指神的话 从经文的上下文看 传神的道就是指 传耶稣是基督 这个正如在前面的经文 五章四十二节 是这样来描述的 使徒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所以对于使徒们而言 撇下传讲 耶稣是基督这个神的道 去做别的事情 是不合一的 传讲神的道 是使徒们侍奉的优先 使徒们作为教会的领袖 他们的看见和领受 也代表教会 他们说传耶稣是基督 是教会的优先事工 是教会事工的中心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 就是因着教会的发展 会产生很多的需要 也会有很多的事工 每一样事工都很重要 但是传讲神的道 是教会一切事工的优先 这个就是使徒们讲的话的 带来的第一个信息 那同时这个信息 还有第二部分 那第二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总结 就是说教会的发展 需要全教会门徒 彼此配搭 同心来建立 那为什么这么来讲呢 因为使徒们在当时 他们不仅仅让众门徒 他们分享了他们的 以神的道为优先的看 他们的领受 那么他们也向众弟兄姐妹 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那这个办法就是说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 七个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从使徒们这个建议 我们可以看出 建立教会 需要全教会的同心 因为使徒们 是叫了众门徒来沟通的 那在这个地方 众门徒也翻译成 叫所有的门徒 有的翻译本 那就像今天 我们教会 我们遇到重大事项 我们怎么办 我们开会员大会嘛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会员大会 有啊 那众人都要有 同样的认知 大家就会朝 同一个方向来努力 教会才会健康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的同工 是需要彼此的配搭的 当有人去管理 饭食的时候 使徒们就可以 专心在 祈祷和传道了 那为了神的道 不被偏下 有的人需要来 管理饭食 那也有人需要 专心在 祈祷和传道 教会发展 一定需要 全教会的人 彼此配搭 同心来努力 那虽然 这个建议 是使徒们提出的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 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带领 因为我们一再要 记住 当时教会 是刚刚开始 那教会 如何发展 如何 事工如何进行 各个事工 如何来配搭 教会的领袖 如何参生 这一切 没有前车之介 也没有任何的地方 你可以咨询 也没有任何的模式 可以参考 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教训可以来学习 那感谢神 真正带领教会的是神 使圣灵在人的心中 动工 引领前进的方向 和道路 那随着 这个教会进一步拓展 彼此配搭 同心建立教会的图像 就越来越清晰了 后来在以夫所书那地方 保罗给当时的以夫所教会 就明确指出 如何来同心配搭 建立教会 在那个地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 怎么样照着个人的恩赐 来彼此配搭 那这地方我们要思想一下 为什么使徒们 特别看重 祈祷和传道 这两件事情呢 那祈祷传道 与神的道 有什么样的关系 祈祷与神的道 有什么样的关系 弟兄姐妹 祈祷对于你来说 重不重要 重要 那祈祷是基督徒 主动亲近神 来到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面前 享受神同在的时间 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寻求神 聆听神 从神得力量 祈求被圣灵充满的过程 那在祷告中 我们向神敞开 神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就拖展 神的道 要先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 来见证神的道 所以祈祷是我们 先被神得着的过程 使徒们当然要 专心在祈祷的事奉 使徒们说 他们专心在祈祷的事奉 表明使徒们不仅仅 自己重视祷告 也带领整个教会 重视祷告 这也是今天教会 所应当学习和效法的 那韩国的教会很兴旺 这与他们重视祷告 是密不可分的 那希望弟兄姐妹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 在日常的生活 在平常的事奉里面 也需要重视祷告 这地方我有个提议 若是大家的时间许可的话 那就请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教会的祷告会 在每周三的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那你不能每次都来 一个月一次也行 但是不要出于勉强 乃是要出于 是你看重 是你的甘心 出于勉强 那也是没有用的 你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那除了祷告以外 使徒们也指出来 他们要专心于传道 那传道的原意 就是传讲神的话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看到使徒们 多次引用旧约圣经 所记载的话语 来见证主耶稣 就是神所列的那位救赎主 那在使徒时代 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 所以使徒们除了引用旧约圣经以外 也传讲耶稣所行的 也传讲耶稣所讲的 所吩咐的来见证主耶稣 传道就是传耶稣是基督 用传讲的方式 将耶稣是基督 是拯救这个神的道 拖展出去 所以当然使徒们要重视传道 那这也就是今天 为什么众教会都重视主日的讲台 也重视主日学的学习 也有各种各样帮助弟兄姐妹 学习圣经的活动 因为神的话 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粮食 也是建立教会的基础 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 也清楚地指出 忠于圣经 是我们的特征之一 同时所有的教会 你也看到 是将传福音放在重要的位置 是将宣教放在重要的位置 因为耶稣是基督 是拯救的福音 传出去 就是将神的道拓展出去 所以宣教导向 也是我们教会使命宣言的特征之一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今天在外面会有早餐卖 那我们要特别地为着 来宣教的事工 我们献上我们的支持 所以使徒们说 要专心在祈祷和传道 这两件事情 是因为祈祷和传道 都是见证神的道拓展 神的道先在我们的心中拓展 使我们成为见证主的器皿 在这个世界来见证主 在这个世界上拓展神的道 那使徒行传也记载 在二章三十一节那边说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了神的道 所以使徒们专心在祈祷和祷告 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看重 那也是我们今天应当看重的 使徒们在这边也说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建议的意义何在呢 管理饭食 管理这事就是管理饭食 那饭食呢 中文是把它翻译成饭食 但是原意呢 就是桌子 就是在桌子旁边来侍奉 那桌子呢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例如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地方 是指什么呢 处理钱财的地方 那多数的解经家认为 管理饭食其实包括管理金钱 而且使徒行传在第五章那边 给我们看到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门徒们将钱产卖了 放在使徒的脚前 造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 所以管理饭食在当时 是包括其他的 许多的事物的 造个人的需用 那有很多的需用 那同时我们从使徒们提出的 这个条件来说 好民生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这是非常高的标准 那也就是说 管理饭食这个事工 也是重要的 其实教会 每一项的事工都是重要的 因为都是彼此配搭的 若有一样的事工没有开展好 那整个的教会的发展 就一定会影响 就好像这地方提到的 当有一些寡妇被忽略的时候 那教会的拓展就受影响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参与什么样的事工 都要用心来做好 因为没有一样的事工 是不重要的 无论我们是做usher的 是做hospitality的 或者刚才就是在外面侍奉的 无论哪一项 没有一样不重要 因为有一样没做好 就会影响整个的教会的拓展 那同时我们从这个条件 也可以看出 这些担当领袖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 不是别的 是他们的品格 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是指人与神与人都有好的关系 处理事情也有智慧 所以可以相信 使徒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 提出了这一条件 那这一条件也成为以后 教会在发展过程中 选择领袖的时候的标准 今天你去看看任何教会 他们对同工领袖的选择 都是这样的标准 在使徒们提出他们的意见以后 那其他人的反应呢 经常是这么记载的 说大众都喜悦作画 大众都喜悦作画 也就是说大家都同意 那同意什么呢 同意两件事情 就同意使徒们专心于祈祷传道 他们同意来选择七个人 那他们就选择了 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斐利 波罗 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纳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尼戈拉 那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留意 就是这七个人 他们都是讲希腊话的 那相信这些人比较了解 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可以很好地帮助那些先前被忽略的寡妇们 所以你看到这种配搭 下个门徒都是奔徒生长的 希伯来人 这边选了七个是讲希腊话的 那大众他们在这之后呢 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就选择了以后 他们就把他们带到使徒的门 使徒的跟前 那使徒们也做了一件事情 使徒们做的事情就是说 祷告并按手 说使徒们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那祷告并按手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两次 那除了这一次以外 还有一次就是记载在安提尔教会 他们要拆派巴拉巴和保罗出去的时候 也是祷告然后按手 那按手是象征授权的意思 这是一个象征授权的礼仪 那祷告时表示 虽然形式上是使徒们在授权 但真正的授权权柄 是从主耶稣来的 需要从神来的祝福 所以经过这样的仪式 那这七个人 就正式被确认为教会的领袖 同时也承担使徒们所交付的使命 也承担 就是教会所托付的使命 那教会的托展是需要工人的 当工人准备好了 教会就向前发展 经文在六章七节告诉我们 当事工协调 同工就绪 那教会就蓬勃 神的道就兴旺 六章七节是这么讲的 说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树木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那门徒加征圣多 在原意也是指 门徒不断地增加 而且是快速地增加 那这地方也多了一些人 经文特别提到 多了一些祭司 那祭司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犹太教里面神职人员 他们是人搬在圣殿里面侍奉 那这也说明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 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信从这道的 各个阶层 包括祭司阶层 那这个是一个蓬勃的场面 那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那神的道就兴旺了 神的道兴旺 新一本其实翻得 我们更容易理解 兴旺到底是什么样兴旺 就是神的道被传开了 而且是被不断地传开拓展 持续不断地 那是如何传开的呢 这地方就讲到 那个时候 生家的门徒在什么地方 都在耶路撒冷 那主耶稣的应许是怎么说的 主耶稣在一章八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那当时的教会虽然是兴旺的 但是还只停留在耶路撒冷 并没有向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挺进 所以这地方有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这七个人 虽然是因着管理范食的要求 被拣选出来的 但是经文在此以后 并没有进一步描写 他们如何管理范食的事情 反而经文从这地方开始 六章八节 一直到八章四十节 这个两三章的经文 来讲述 圣灵如何借着这一群人的代表 斯提反和斐力 将神的道拓展出去 拓展到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因为经文在八章一节特别记载 斯提反被害的那一天开始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也就是说 当斯提反被害的那个时候开始 使徒们是坚守在耶路撒冷 但是其他的门徒被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 那八章四到五节是这么说的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斐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那在这地方我们就要思想一下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这些人是因着教会的发展 产生的需要被拣选出来 管理饭食的事情 但是神有更美的心意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心意就是要将神的道 借着每一个门徒拓展出去 直到地级 当门徒愿意在教会需要时 承接教会所托付的使命 神要使用他们 就像使用使徒们一样 成为拓展神国的精兵 阿们 我们也都在其中 所以我们也要思想 神在我们今天教会 有哪些的需要 我们可以来承接 最重要的不是 我们有什么才干 或者有什么本事 重要的是说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用 因为不是我们能 是因为神能 是圣灵的大能 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 也是主耶稣的吩咐 那也是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 我们也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 我们愿意吗 好像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再问一下愿意吗 愿意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尸体反是如何 见证神的道的 它是你我学习的榜样 尸体反 见证神的道 它是同工的榜样 也是你我的榜样 那经文在六章八到十五节那地方 就记载了尸体反的事情 其实一直记载到后面了 整整这个七章 也都是八章那地方 一部分也是 那经文在六章八节告诉我们说 尸体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聊大骑士和神迹 那这里的恩惠是指神的恩惠 那这里的能力是指圣灵的大能 尸体反满得神的恩惠和圣灵的能力 因为尸体反对神有信心 经文在六章五节讲 尸体反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那信心是关键 我们的生命 见证我们的信心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信心 不是神为赐下信心 而是我们实在放不下 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所看为宝贵的 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 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是在那永恒的事情上面 我们专注于眼前的 当下的 我们忘了 我们应当仰望神 当我们的眼光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信心 我们 永恒我们一定要的 对吧 信了主 永恒不会不要 但我们的眼睛呢 我们还是要定睛在眼前的事情上 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 我们不得不处理的 我们会跟主说 哎呀 我就是要定睛在这些事情上面 但是主啊 永恒我还是要 你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有信心吗 其实我们还在意 我们有没有信心吗 我们没有信心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要 因为我们不在乎 神的恩典是丰盛的 是没有限量的 圣灵的大能也是丰盛的 没有限量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如果神的道 只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角落 没有拓展 没有占据我们的心 那么我们无法经历 神的丰盛 无法经历圣灵的大能 司提反经历了神的恩典 也在民间行了大的歧视神迹 在这之前 我们见到的歧视神迹的描写 都是主耶稣借着使徒 行神迹歧视 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次描述 使徒以外的人行神迹歧视 可见圣灵的大能不仅仅与使徒们同在 也与非使徒的其他门徒同在 那司提反就是一个见证 那不仅仅如此 经文在九章十节的地方 他还告诉我们 司提反在与那些各处会堂的人辨认时 众人抵挡不住 经文说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这正应验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十五节那地方对门徒的应许 说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和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 拨不倒的 那这地方所提到的 几出的地名呢 那都是围绕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几个地方 那那些地方也都是讲希腊语的 那司提反也是讲希腊语的 所以这地方如果说我们要有个应用的话 就是用母语向人传福音是最好的 那从这地方我们也看到 接下来我们朝下念也看到 那司提反的事情就看到 虽然司提反满有恩典和能力 教会也是有满有恩典和能力 但是教会仍然会遇到逼迫 所以司提反之见证教会 是在逼迫中拓展的 这些人虽然抵挡不住 但是他们不但不接受 司提反所见证的真道 反过来他们买人出来做假见证 他们控告 司提反 绑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指控司提反说 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索和律法 其实这些人的控告很讽刺 因为他们所说的摩西的律法 在生命纪五章二十节 记载的十件里面的第九件 很清楚的记载 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那么他们在这地方买人做假见证 本身就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那反而控告他人违背律法 是不是很讽刺 但是在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 这一切都是会遇到的 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了门徒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所以教会的发展一定会遇到逼迫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 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你我也可以成为像斯蒂凡那样的见证人 经文在六章八节 在经文在六章十五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轻看斯蒂凡 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虽然斯蒂凡被诬陷 也被捉拿 那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 他最后被害 但公会里的人在损问的时候 看见他的面貌像天使 那天使的面貌如何 光亮几白 那对于这情控告斯蒂凡的人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因为他们控告斯蒂凡是 帮独摩西和神的话 神却让斯蒂凡有天使的面貌 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 在那蒙联名造于被得荣耀的器皿上 斯蒂凡见证了神的大能 也见证了神要彰显他丰盛的荣耀 在那蒙联名器皿上的应许 那如果控告斯蒂凡的这些人 他们真的熟悉旧约圣经的话 他们真的尊重神借着摩西所传递的律法 他们应当熟悉 当年摩西因为面对面和神说话 神与他说话 他的面皮就发光 以色列当时还有一点敬畏的心 他们就不敢挨近摩西 那如今这些人 他们看见斯蒂凡有天使的面貌 却要猝死他 那这些人的心刚硬到了何种的地步 那在抵挡人 抵挡神的这些人眼中 他们要寻机会猝死斯蒂凡 但是在神的眼中 斯蒂凡是蒙福的 因为主耶稣应许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念造各种诽谤的话 诽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主说 你们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那斯蒂凡的故事 见证了主耶稣的应许 那从后面的经文 我们知道 当斯蒂凡遇害的时候 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也看见主耶稣站起来 迎接自己的孩子回天家 这个是莫大的福分 那斯蒂凡的故事 见证了圣灵的大能 可以使我们每一个门徒 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主耶稣愿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 他丰盛的恩典 也经历圣灵同在的大能 但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个愿意 被圣灵完全掌管的心 重要的是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让我们做一个 有信心的门徒 见证主的丰盛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应用 怎么来应用这段信息 麻烦大家把这个 我们的 翻出来的最后 有我们的使命宣言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的使命宣言 在你的那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最后 后面 这地方有使命的宣言 好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 翻过来就是了 我们一起来念 为荣耀神 而成为一个 蓬勃的教会 竭力 坚守圣言 建立神家 胸怀朴实 去延伸更多 本地及海外的 蓬勃的教会 这地方讲到 坚守圣言 建立神家 胸怀朴实 那我们主要今天是从 讲 如何建立神家 这两个方面 来应用今天的信息 第一点 我们刚才分享的时候 讲到 蓬勃的教会 需要彼此协调 配搭的事工 也需要每一个 门徒的参与 那我们就从这一点 来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教会 我们如何来做 那这一点告诉我们 每一项事工 都是重要的 都需要彼此的配搭 那我们就拿我们 自己的国语堂 来说好了 其实我们的人群 包括我们楼上的 包括我们楼下的 其实也是多样化的 虽然都是讲国语嘛 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有来自台湾的 也有来自大陆的 还有来自东南亚的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 那有的是长期居住在这里 有的是刚刚搬来的 甚至有的是刚刚来到美国的 那在这一群人中间 哪些是我们肢体中 最需要的 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呢 我想 是那些刚刚来到我们中间的 他们有各样的需要 有生活上的需要 有工作上的需要 有交通上的需要 有的人甚至因为交通的问题 无法经常参加主日的聚会 无法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无法参加小组的活动 他们在哪里呢 谁在服侍他们呢 坦率地说 我们是有亏欠的 我们是有银心的小组 能提供少许的服事 我们也有一家家小组 团聚了部分这样的家庭 我们的提摩太青年小组 也有几个这样的肢体 但是这一群人 超过这一些 弟兄姐妹 教会需要你的帮助 银心的施工需要你的支持 一家家小组需要你的支持 青年小组需要你的支持 那如果我们每个小组 我们有除了这几个小组 我们有八个小组 如果每个小组 每个成员联合起来 一起在一段时间里面 来关心其中一个的家庭 同心关心一个的家庭 那我们最少可以支持八个家庭 让这个八个家庭 可以我们在主日 一起敬拜我们的神 让这些家庭的弟兄姐妹们 与我们可以在主日 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让这个八个家庭 与我们一起交流团契 一起成长 这个是蓬勃教会的场面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彼此同工 因为我们是行在神的道中 是与神同工的 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神的道就拓展 因为这些新来宾 他们的朋友 很多都是卫星主的 是撒玛利亚地级之地 弟兄姐妹 神要借着我们 祝福这些 新来到我们中间 有需要的肢体 神也要借着 你以我的摆上 将这些祝福 透过这些家庭 来祝福更多 有需要被祝福的家庭 因为那些坐在 黑暗中的人需要光 你我愿意成为 神的同工 祝福的管道吗 好像没有人愿意 愿意吗 好 那我们就 有说愿意 我们就行动 好不好 第二点 司提反见证神的道兴旺 是你我学习的榜样 那我们怎么来应用呢 使徒行传在四章二十九三十节 那地方记载了 门徒的一个祈求 说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 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骑士 因着你圣子耶稣的名 行出来 司提反的故事 见证了神 垂听了门徒的祷告 这些事都应验了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神借着这些信心的门徒 将神自己的道 拓展了 传开了 那这是否也是 我们的祈求呢 我们去年在这个地方 如果参加过 那个刘福利院长的 这个全人医治的课程 我相信 我们其中也有好几位 亲身经历神医治的恩典 圣灵的大能 过去 现在 将来 都没有改变 那圣灵的大能 如何彰显 那是神的主权 但以我 是否愿意成为 神彰显 圣灵大能的器皿呢 那是你 我的选择 这地方 我要讲一下 我们自己教会的事情 那每年的九月份 都是我们教会 新的年度 新的年度 也是教会 新的一任 职员选举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 主日学老师 调整更换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 也是小组的主掌们 需要调整的时候 通常在这个时候啊 也是牧者们 比较烦恼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经常缺少 弟兄姐妹 愿意出来 担当这些职份 那今天 尸体版的故事 给我们一个启发 弟兄姐妹 不要拦阻 从神而来的感动 或许 今天我们所要承接的 是像管理饭食 一样的事工 但是 我们若有愿意的心 神 更要来祝福你 因为神要将 那丰盛的恩典和大能 透过你 去传递他的道 透过你来祝福更多的人 去拓展神的国 你愿意承接 这样的邀请吗 愿意吗 好像少一点哦 再问一次 愿意吗 好 那有这样的感动 不要消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主耶稣 成为我们的拯救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趁下圣灵 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应许我们 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没有经历到 主啊 不是你不愿意给 而是我们不愿意 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你的道还在我们心灵的 一个角落 我们没有让你的道 在我们的心 完全地拓展 因为这个世界上 太多的诱惑 还占据着我们的心 我们看不见 你的带领 我们看不见 你的需要 主啊 你说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你身上 但是主啊 当你把那最小的弟兄 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见 或者我们就当没看见 主啊 帮助我们 拿眼药 擦亮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的手在那里 我们就去 与你同工 主啊 帮助我们 安静在你里面 听见你的声音 回应你的呼召 离开我们 自认为的安逸和舒适 为你付上 我们当父的代价 因为你为我们 存留了那 好的无比的 天上的基业 主啊 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我们要经历 你的丰盛 我们要经历 与你同工的喜乐 主啊 我们要讨你的喜悦 主啊 我们要来见证你 遵行你的吩咐 主啊 求你引领 每一位愿意的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